我們是在訓練中的一系列的活動 我們在訓練中的一系列的活動 跟溫泉物業相關的一些 一系列的活動 以及訓練之外呢 我們今年也開始 要跟我們佛工大學呢 來做相關的那個 怎麼樣來提升 溫泉產業的相關系列 課程 其實在 從六月到九月 這一段時間 他們所編買的這些課程 希望說 透過今年記者會也希望 我們教訓的相關產業業者 都能夠出面來報名 全國性學習新城市領航計畫 那這個計畫的內容呢 由宜蘭 在宜蘭縣政府 跟佛工大學 來承接主辦 那我們選定了郊西 在郊西 我們的主題叫做 郊西終身學習 觀光產業升級 而這個內容 我們有三大計畫 那其中有一個主題 就是健康溫泉的這個計畫 即培訓課程 是今天的主要的記者會的內容 那大概的說明呢 我就先簡單的說明一下 佛工大學未來娛樂活產業學系團隊 為了因應教育部 全國性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 整合了宜蘭縣政府 郊西巷公所 宜蘭縣 溫泉產業發展協會 其產學師資合作等 廠官學資源及政策的支持 針對宜蘭 郊西當地 推出了健康溫泉計畫 以推動 郊西巷 溫泉產業的發展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主要這一次是 以培訓課程的內容 其實就是培養種子講師 將身心靈全人概念的 健康促進方法 搭配以溫泉為主的方式 融入養生服務的情境場域之中 那所以說我們就會 推動了一系列的課程 總共有五項的內容 這個訓練課程 其實大概有五大項 那主要包括身心壓力的釋放 芳香療法 以及是養生六感等等 還有健康良策 這方面的課程 都包含在內 那我們這個課程 培訓課程 是我們整體的 宜蘭縣學習型程式計畫 的主題之一 那麼我們這個主題 其實包含三大項目 包括我們今早特色農業 還包括我們的廟宇文化觀光 那再加上我們健康溫泉 我們總共有三大主題 那我們第一個培訓課程的推出 就是跟健康溫泉有關的 相關的培訓課程 對象是哪些人 這個課程大概 回期多久 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對象其實是 包括宜蘭縣所有縣民 也包括來這邊 對宜蘭的相關產業 有興趣的台灣的 全國的民眾 都包含在內 你只要有興趣 可以透過網路 或透過我們溫泉協會 來報名參加 那我們這個培訓的課程 它大概總共為期前後 有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這是免費的 這是一個免費的課程 我們不收費的 因為我們獲得了 教育部的補助 所以我們歡迎所有的民眾 都能夠自由的報名參加 為你們大 您卻已經欠了 請問資訊 你下落後 請問資訊